新疾病的关心是在母亲这阵下 民进党跟广东部特别准备到康乃星 由广东部主委蔡依宇 帅文到街头分享康乃星 来邀请大家自会向妈妈说出我爱你 母亲这种感觉 民进党跟广东部主委蔡依宇 关注电话关上人 政党台北市摩医疗传统市场 故地加以沾 来地上康乃星回首 让市场入省发生以民众 提前向辛苦的妈妈赴借 广东部特别定够 苏星路的康乃星 来政党为大家母亲 那今天为广东 来我们泰宝麻衣疗家 那我们麻衣疗这边有一个 专业的寄养家庭 那寄养可以让这个小朋友 那虽然说他的出生 会比较坎坷 但是透过寄养 让这个小朋友 可以得到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认为说寄养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政策 那尤其是明天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所以我现在我也在我们海区八乡镇 那到我们的菜市场 那去跟所有的妈妈来说 感谢他们一路来 对我们家庭的付出 对我们地方的一个关怀 所以送了一束小小的一个康乃星 那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这个康乃星我们也 我们党部这边也制作了一个小小的贴纸 那这个贴纸有我们主席蔡英文 还有我们陈明文委员 还有我 我是参选人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贴纸 那也是等于替自己行销 那最重要还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就我们这天下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关注电话关 在东坡主义创业的八冬下 准备一千日的康乃星回首 送给路上的团圣扶路 那是南乡民众拿着火 也拿签一定要送给自己的母亲 给这些太太 感谢英文家庭付出的心恶 当时要到国际家里站来分享 并邀请大家 作为向母亲大声发出 妈咪我爱你 新闻将来先改观彩方报道